老黄一每日一答回答一下臭宝的洋问题 第一个臭宝发来的是一个茉莉花 它说怎么救一下 这个就是典型的水浇的太多了 茉莉花这个它有一定的耐焊能力 但是它焊过头就很难反过来 你如果说光照特别充足的话 你浇热点水是没问题的 但是你的光照不够 明白了吗 所以说就不行 那有话说现在怎么办 你把那个花盆稍微垫高一点 套盘里边老是积水让它哈的不行 就是老是泡在水里面不行的 把泡盘里面的水及时清理掉 拿出去给足光照 给足光照 然后最近一段时间会长很多的新叶子起来 到那个时候再试肥 肥料它是助望的 就是浮墙不浮弱 明白了吗 下个臭宝说 老花益你看这个月季怎么样修剪 才能圆润一点 我给你一个最简单的方式 我给你画一下 这个东西很好剪 那有的花肉肯定会说 怎么剪不会死吗 月季这个东西你很难剪死它 你只要下面有发芽的点 上面你就随便剪 现在搞得我都不敢说芽点了 有的话说 啥是芽点 芽点纳吗 加州保 那个游龙梅 龙油梅 油龙梅枝条 发黄干枯 这已经赶了 你像杨这个梅花 一直跟画面说 梅花 牡丹花 竹子 大部分的一些植物 它都是需要你什么的 在室外有一个良好的光照 它不怕你环境差 它就怕你光照不够大 缺光啊 这个已经是病入膏肓了 这位花友 你寄给老花一的话 我估计能给你救救 但是不能百分之百 保证能救活 有六七成的把握 那老花一我又来请教了 这个虎皮兰 买来两个月了长得慢 颜色慢慢变绿 也不白了 表面发皱了 这个植株在里面晃悠悠的 晃悠悠的 你可以给它摁一下 摁一下往里边 然后呢 你像这个盆有点小 可以换一个略微大一号的花盆了 然后呢 别给它晒太阳 虎皮兰不喜欢强光暴晒 这个品种不喜欢强光暴晒 明白了吗 你说还没有以前 白了这了那了的 你把它往里拿一拿 稍微浇一点点水就行了 别的没啥 哎呀 哎呀 不就不松了吗 就有点脱水的感觉 下个臭宝说 养殖子第二年 这个是菁化了吗 我看看 哦 这不是粗菁了 我以为是粗菁了 有的话 老花一粗菁是啥 粗菁就是像这样啊 长一柳白头发 这种叫粗菁 像植物上面长得很好看的那种 如果说像这种病态的这种呢 就是 这个就是缺营养 这位花友 他说他是这个 用过硫酸亚铁啊 平时用的颗粒菲 也没有相关的解决 其实你要了解的一点 硫酸亚铁呢 它只是单一的一个铁元素 你去比方说吧 我大粥子生下来呢 它出现一个什么情况 叫贫血啊 你说我给我大粥子 也吃了铁片 也给它吃了饭 它为什么还是 还是有点贫血 你看这个呢 就是有点那种黄斑点这种 其实很好理解 我大粥子呢 它这个分泌 这个胃酸分泌不好 这个消化不凉 你给它吃啥都不吸收 所以这个时期也是 它是有点碱性大 你用什么用繁肥水 它效果就会好很多 另外呢 再用一点杀菌药配合的来 懂这个事了吗 瘤酸亚铁好用的话 它不至于被淘汰了30年了 下个臭膀 小牙一直不动 咋办呀 少浇点水吧 这位亲爱的 不要急 让它慢慢来 慢慢就干了 你这个水太大 尤其是没叶子的时候 尽量的 要让它透气 让它潮湿就够了 不要让它太湿 湿了以后 就容易冲下烂根 烂根了 牙子就挂不住了 好吧 把表面的土挖出来一些 控水 有条件的话 重新换换盆是最好 换换土 你可以参照我以前的那些个视频 别的没啥了 觉得不错 就点个关注 想想问题的话 可以视频上留言 我是人花1 眼花最转意 拜托抽吧 嗨 嘿嘿 嘿嘿